我们都知道EQ非常重要 那么EQ呢 也就是情绪智商 那么现代人在职场上需要什么样的情绪智商 那么这跟佛法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那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圣教授好 是 师父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工作职场上 如果想要工作顺利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EQ 我是不懂什么叫做EQ 但是用佛法作为挑衅呢 就是制衡我们的情绪 好的情绪啊 其实就是一种慈悲心 一种同情心 一种关怀的心 一种啊 希望的心 还有一种啊 欢喜的心 这都是 这情绪的一种啊 调整 如果情绪 不能够 调整的话 那我们通常的一般的人的 就是称心而为的 或者是呢 任性的人 或者是自己呢 没有办法来管理 或者是呢 了解自己性格 或情绪的人呢 就是很容易愤怒 很容易说忘 很容易悲观 很容易啊 妒忌 很容易怀疑 类似的这种 这种心理的一种现象啊 大概也许都叫做 叫做EQ吧 一个是 EQ的成分 差 品质差 一个EQ的成分 比较好 品质好 每一个人 都具备的 同样的一种性 我们叫做信念 或者是情绪 都可以啊 但是 有的人 善于应用 有的人 不善于应用 善于应用的人 我们叫做智者 是有智慧的人 不善于应用的人 叫做愚者 是蠢人 因此我们在 工作场合 或者是跟人相处 其实 做事情呢 往往比较容易的 是 在工作场所 一定有相关的人 这相关的人 包括啊 自己的同事 自己的老板 自己的客户 这都可能 让自己觉得不舒服 让自己的 就不能称心如意 让自己不能够满足 那就产生了情绪的 一种反应 那现在的人 叫做反弹 遇到任何情况 发生了 听到任何的 不同的意见呢 就一种反弹 这是我们台湾的 一个新名词 已经有多少年了 那也就是 抗拒的意思 抗拒 下面就是抗争 抗争以后 就是变成斗争 斗争以后 就是战争了 变成的 在 就是情绪啊 都是情绪的问题 因此我们 服务法呢 要 首先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恶质的情绪 品质的这个 这个情 情绪的品质 每一个人都是啊 基本上 都不是很好的 是 我们这个叫做 就是烦恼性 因此需要用 这个方法 用观念 用观念的疏导 用方法的练习 就能够使我们的情绪啊 能够啊 平稳 使我们的心理能够平衡 那观念是什么 对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呢 就是要认定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有问题的 那两个人都不一样 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两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观点也不一样 两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 互相是两个人以上的 一个场合 还有 我们通常 对一个人的评断 对一桩事的 法身 都不是很清楚的 对自己都是不清楚啊 不要说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评断 一种看法 都是在猜想 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判断 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猜想 站在自己的立场 给他下了一个结论 这是不公平的 你如果想到这一点 那我们在观念上 一直转过来 对 就能够信平气和 如果信还是不能平 不能气 不能和 气也不能和 心也不能平 怎么办呢 那就要用方法了 是 那就方法 我们常常用的就是 你念阿弥陀佛 这是最简单的 你念阿弥陀佛 自己晓得自己在念阿弥陀佛 你不要把念头 老师对着他 不要把它当成对象 你得转移 你自己的念头 转移对象 对象是什么 念阿弥陀佛 自己在念阿弥陀佛 心向内看 不要老师对着外边都放不下 这样子的时候 情绪就会平衡下来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是常常教人家 享受自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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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遇到任何的不平衡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说外在的情况啊 要平衡是很难的 我最重要的 我还能够呼下去 是最要紧的 没有呼吸 我就不能呼下去 有呼吸 表示我还是活着 能够呼下去 叫做留的青山寨 不盘不柴烧 现在你生气没有用的 我心平气和 来处理这种 是注意要求 如何的心平 注意呼吸 享受呼吸 你的气就是合的 气和心就平 心就平 你的智慧就出现 有智慧就能处理这个问题 你不必生气 如果对方始终坚持着 他的想法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至少子弟没有这么痛苦 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